最近两年老想装了好几台电脑主机 但大多数做的都是个性主题定制 对配置参数什么的要求又并不是那么高 像我自己在用的工作机 还是三年线配置的酷睿时代主机 现在来看性能参数的确是弱了一些 所以今天我们要组装一台全新的电脑主机 大家都知道我拍视频大多数是4K高码率 如果想在Premio里完成剪辑 首先要进行带领 AE软件后期加多之后就会卡 那Blend打开高进度的模型也很困难 经常在剪辑的时候我就会在想 我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 那这次电脑主机安装好之后 最起码要满足未来两三年的工作需求 新年肯定要有个明显的提升 最好剪辑的时候不要再带礼了 那如果想去组装一台主流偏顶配的电脑 它的硬件成本可不便宜 于是我就想到了画源 好在我这张老脸 在各位品牌小伙伴的面前还是比较熟悉的 于是经过了一周的努力 终于还是凑齐了组装新电脑的全部硬件 叮 达成全白票成就 这次迹象我们就不换新的 还是用之前的爱国者月光宝和静白 还是搞纯白的装机风格 首先操定的就是CPU平台了 因为最近几期我们装的都是Intel 所以直接冲Intel库瑞13代CPU 它这个性能叫12代有了不小的提升 这一块就是Intel送我的i7-1370K 16核24线程 尺寸和12代一样没有变 几乎可以说是顶配了 大家都知道主板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各类硬件都是需要依托主板去运行的 夫人 你也不想你的电脑隔三差五就出毛病吧 去年我用过一块七彩虹的ITX主板 做工用料感觉还不错 所以这次依旧是找了七彩虹 赞助了Z790主板 感觉他们家不仅是显卡做的好 主板这几年品质和性能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都二三年了 想着怎么也得来一块DDR5内存 我都缠好久了 所以这次要的是支持DDR5内存的新一代主板 这次拿到的主板是七彩虹的CVN Z790D5 电名Fruiden VR0寻扬键 银白色的风格 散热装甲也很酷 特别适合搞那种透视的纯白孩子硬房 主板提供了17加1向55A强劲供电 用量非常的扎实 搭配i713700K非常的棒 支持DDR5高频内存 PCIe 5.0金属加固显卡插槽 还配备了4个PCIe 4.0MR固态硬盘槽 特别适合进行存储扩展 还有一些小细节也非常使用 比如说板载的Debug侦措灯 方便排查问题 一键恢复BIOS按键 非常适合超频玩家恢复默认设置 各类USB接口多达8个 超适合我这种外接设备非常多的人 完全不用担心后置USB接口不够用了 DDR5内存上市差不多两年了 价格的确是非常的贵 尤其是高频率的内存更是让人望而却步 所以即使是23年很多人在装机的时候 仍然会选择DDR4的主板 这次我特意要了支持DDR5规格内存的主板 而且CVNZ790D5支持内存超频 DDR5内存只有高频率 才会和DDR4形成代际优势 当我拿到实权的DDR5 7200MHz 16GB规格的内存的时候 我都有点担心后面能不能发挥出 7200MHz频率的优势 感觉不打游戏真的是有点亏 我还真没有用过这么贵的内存 比一块好的主板还要贵不少呢 也许硬件完的就是参数配置 光是看着爽也好啊 等装机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试试把这个频率提到更高 超频呢也是一种玩法 两根DDR5内存 加起来也有32G运行空间 所以内存呢很难再成为电脑性能的瓶颈了 这就是顶配的快乐嘛 这次七彩虹的CVNZ790D5主板呢 有4个PCIe 4.0规格的MMA固态硬盘插槽 可不能浪费了 所以存储这块呢 我计划搞两块SSD 一块呢作为系统吧 一块用于视频剪辑想想就很爽 于是呢我敲着玩找到了口碑非常不错的凯霞 很快呢就收到了凯霞 S110系列的两块SSD 分别呢是1TB和2TB 比我当前还在用的510RG的剪辑盘要扩充很多 那S110呢是凯霞 PCIe 4.0规格的旗舰级产品 采用了原产颗粒 配备了独立缓存最高读起速度呢为7300Mbps 写入速度呢为6400Mbps 速度方面呢肯定是第一梯队的水准了 以后拷贝视频素材也会更快了 那SSD运行的时候呢一般温度会很高 这个时候借助主板上的金属散热张杂呢 能够有效的降低运行温度保证速度的稳定 那机械盘呢我就不考虑装到主机里了 走线麻烦还很沉 我一般呢是偶外用硬盘柜装18TB的大容量机械盘 虽然工作机不怎么会用来打游戏但是搞视频也离不开显卡 像Adobe各类软件呢都需要显卡进行加速 显卡性能越强操作呢也就越流畅 依旧是七彩虹 赞出了一张新一代iGame GeForce RTX 4070 Ti 同样是白色 不普动漫风啊 此前呢我用过最好的显卡也就是RTX 3070 现在有了RTX 4070 Ti 再加上DLSS3技术玩4K分辨率的游戏呢应该是相当流畅了 注意这一代显卡呢设计了全新的16PIN电源接口 需要新的16PIN接口适配线 为了满足显卡CPU等硬件的供电需求 我找海云要了一个850W全模组电源 Fox GX850 White 同样呢也是白色款 如果只是为了配合4070 Ti呢 其实750W的电源应该也就够了 当然想着功率大一点 永远度应该好一点 大家自己在储装电脑的时候呢 也尽量选择一个品质过硬的电源品牌 因为供电稳定安全呢是硬件正常运行的基础 海云GX850配备了全日系电容 先进成熟的低噪音方案以及白色压纹线 很适合给性能电脑做搭档 为了适配RTX40系显卡新版16PIN接口 海云呢还偶尔提供了一根新款的 SHAVE HPWR接口白色压纹线 不用8PIN线转接走线呢更方便了 主要的硬件介绍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CPU主板显卡这几大件确定好之后呢 电脑的最终性呢也就定下来了 CPU散热器这次选择的是爱国者CP360白色锤了 三个风扇已经预装在冷排上了 走线非常的简洁一根线呢很方便 风扇双色组合搭配由硅胶软件减震 机箱风扇呢这次用了一个爱国者的新款连排风扇 现在呢简单多了 我们把完整的配置表贴出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为了匹配这个新的主机啊 怎么着也得搞一个4K分辨率的显示器 于是找惠科赞助了一台 4K白色显示器HKC PGR7EU 27寸最高刷新率呢为144赫兹 这台显示器的性能参数呢那是相当不错 让我眼馋的好走 搭配上RTX4070Ti呢简直不要太好 外观呢也相当有特色 之家呢有一种未来太空科幻风 对面真空着RGB灯带呢支持多种效果 感觉在暗环境下呢应该很有调性 由于PGR7EU呢采用了迷你LED液晶面板 所以它的屏幕亮度呢非常高 SDR亮度呢最高可以达到600nit HDR亮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000nit 对比度呢也比普通显示器高好多倍 明暗对比呢更鲜明 要知道普通的显示器呢也才300到400nit 这台显示器达到了HDR1000的标准 你就是可以用它来剪辑4K HDR视频 假设未来几年呢HDR视频普及了 用这台显示器搭配主机呢完全不落伍 画面素质呢也是相当不错 色域非常广 DCI-E P3色域覆盖率呢有95% 色准呢也非常高 用于平面设计和视频调色完全够格 配备了满水的HDMI 2.1接口 接PS5游戏机会非常爽 还有DP1.4接口以及USB Type-C接口 不管是接台式机还是笔记本都更加方便 接下来呢我们开始装机 第一步呢把酷睿i7-13700K处理器装到CPU插槽 然后安装好卡扣 再将两款凯霞的固态硬盘插入主板M2插槽 装回主板散热金属马甲 接着将实权滴滴R5内存插入主板上的内存插槽 两个内存呢分别插入R和4插槽 这次呢水冷计划侧装确定好水冷管的走向 将水冷头安装到CPU上方器的仙徒归址哦 把水冷供电线和风扇RGB线也插在主板上 同时呢把机箱的RGB风扇装好 这个时候呢主板就可以安装进入机箱 这个月光宝盒静白呢空间非常大 很好装螺丝固定好 再给海运850瓦电源配置主板CPU显卡整线来 插入机箱电源仓整理走线 最后插入硕打的RTX4070Ti显卡 接好16拼线搞定装机 那连上显示器如果能进入BIOS说明电脑没问题 前面我说过七彩虹的CFNZ790D5主板内存超频性能不错 官方资料显示啊 这个主板最高支持6600MHz的内存频率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 实际应该能实现更高的频率才对 DDR5内存频率越高 那性能的表现也就越好 所以内存超频的会比较有用 这次主机装的是实权 DDR57200MHz规格的内存上线频率非常高 这说明内存条体质很不错 那直接开机 Windows11里显示内存只有5600MHz 难道是因为这个内存条序不要参数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内存为了兼容性默认运在一个比较低的基准频率上 那这个频率几乎所有支持DDR5的主板和CPU都兼容 又想提高频率就要进入主板BIOS里 手动开启内存XMP 看看能不能直接顺利超频到7200MHz 那XMP参数可以理解为内存厂商给到的官方超频参数 如果主板的兼容度高应该可以直接开启使用 七彩虹主板的BIOS功能很适应用 那结构功能清晰 OC超频是单独以及菜单很容易找到 实际测试发现直接开启内存XMP Z790D5主板过不了内存检测无法正常运行 系统跳回了5600MHz默认设置 看来XMP兼容性不行 接下来我们就改手动 于是根据XMP参数将频率从7200MHz调整到6800MHz 重启继续测试发现能够正常进入系统 看来效果还不错 但是我不死心 我又重新把频率调回到7200MHz 同时把电压从1.4V提升到1.45V 很遗憾无法正常开机又跳回了默认值 作为一个超频小白我是真的没招了 于是我咨询了石泉和七彩虹的朋友 在他们的指导下我是对频率电压还有时序等多个参数进行了调整 最终进过了一天的努力 这个频率稳定在了7000MHz 其实就是在XMP参数基础上调整了时序 电压不变 看来短期内这算是最好的成绩了 虽然超频最高只到了7000MHz 完全没有发挥出这套内存极限性能 但这块七彩虹的Z790D5主板 对大部分人来说绝对是够用了 高频率的DDR5内存的确非常贵 那搭配5200MHz到6800MHz DDR5内存 性价比会更高 很多人对七彩虹主板的印象还是那种难日常使用 但玩超频别想的档次 通过这次的实际体验 发现七彩虹的主板 现如今已经有了不错的可玩性了 做工和性能都很不错 虽然和一线主板大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出七彩虹在产品上面的努力 最起码BIOS这块对于我这种小白已经足够简单了 希望未来可以在超频这块更进一步寄生一线行列 有了这么好的电脑就来简单的跑个分吧 先来测一下固态硬盘 看一下凯夹的性能表现 PCIe 4.0固态硬盘顺序读写速度 基本上是远超我们日常使用需求的 比如说你考SD卡 那瓶颈只能卡合这个读卡器 所以我们就点来看一下小文件的一个读写性能 那主要就是看这个LPS 速度越快那就说明实际使用起来性能越好 但是剪辑4K视频其实不怎么讲就LPS 使用测试工具是SSD Benchmark Crystal Dismark 测试数据大家看一下 4K文件LPS非常高 日常使用速度足够快了 像凯霞SE10这类大独立缓层的SSD 一般性能都很不错 就算是拷贝两三百G的视频工程文件 速度也很快 又到了大家喜闻乐见的传统环节 3DMark跑分看看游戏基准表现 我们看看Time Spy的图形性能表现 2.5K分辨率最终得分为22224 接着我们测试4K分辨率下的表现 最终得分为10807 在3DMark黄家港光追测试中 整体表现也非常流畅 画面完整新高 在2.5K分辨率下 最终得分为14097 如果是4K分辨率开光追 古迹帧数会有点够强 从3D性能测试来看 RTX4070Ti真的是强刀飞机 非常适合玩单机游戏 装这台新电脑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工作所以我们看一下4K视频剪辑的实际表现 我常用的剪辑软件是Premium 2023 那都直接导入一批有A7S3拍摄的4K10bit H.264编码的素材 拉到时间线上播放 在完整分辨率下是没有卡顿的 但如果是快速高频率平凡操作的话 还是会卡顿的 实际上比我的老电脑真的是强多了 我这边还准备了一个复杂的Blend工程文件 涉及到三个高精度人物模型 打开很流畅 在材质预览渲染的模型着色方式下 预览流畅不会出现死机崩溃的情况 在实际渲染过程中速度也很快 画质也很好 以我的经验来看 如果一台电脑装的都是比较好的硬件 那起码5-8年是不会坏的 我这里还有一台15年配置 CPU是i7-6700K的主机还能正常运行 早期很多游戏视频都是在那台电脑上完成的 从性能上来看 三年换代是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CPU显卡的性能都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这台电脑最起码会用到R6年 这次全部硬件从沟通到发货 只用了一周的时间 非常的快乐 最后再感谢英特尔七彩虹十全 凯霞海运爱国者 HKC等各大品牌的信任和支持 让我有一台新的电脑可以更好地放鸽子 那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